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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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南部美術校的秘書長 我現在來講我這百度 因為我們南部店創回六十二年 所以他本身的回緩由九十幾歲到年紀差很多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作方釋 我來講自己的創作方釋 我本身的創作方釋我很愛理性 我常常為理性裡面找出的靈感 我這百度是今年我去威尼斯 我住在那裡住五晚 我要感受威尼斯的清晨跟黃雲的感覺 因為每年去威尼斯 都是住外面 崩原就出去了 今年我特別留在那裡 威尼斯他那個崩原和清晨的感覺 那種的氛圍和普通都沒什麼一樣 他去世是很努力 因為他們的河道就是公路 大家都從來從去 只有在清晨的時候 有幾條村人開去走 開去走 村子都要休息 所以那個氛圍你會覺得很寧靜 很寧靜 在這個威尼斯是一個威尼斯 所以是這個鄰近的高雄氛圍 讓你感到走路時光的隧道 所以我今年去那裡 我是利用 因為我想要用我直接的感覺 所以我這種會叫快比觸的方式 直接的感受來威尼斯 所以這發生那個印象派裡面 印象派裡面因為要做 抓書的瞬間的感覺 所以他們的秘書都很清淡 很簡單 所以他們叫做印象 但是這是我愛水球的東西 它直接我的感受 所以我這間就有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大家請教一下 這裡寫一個我的名字 這2014就是我今年研究的東西 從這裡開始 所以大家請教一下 感謝 我剛才都給你這個看看 這算你的早餐就對了 這點算早餐 在網站上面 在地上 對 陳希出來 他應該都擠平 太漂亮了 他繭上很多斑朴的東西 那你怎麼會這樣 再階段嗎 我的創作方式 我都用粉菜 為料 回來我把它轉幼爍 所以我的 粉菜 比是那樣 我以為就盡量用這個方式 所以我完成這百度 月骨那邊 但是每一邊都只剩30分鐘 因為我不能用理性的方式去圍 因為我本身 宿舍就是用感性的 所以我現在也要用感性的方式 你用圍得很上色的情形之下 就比做那麼理性 所以有個示範當中 紅龍的名字 是 是 阿姨的度 它有我的哲理在 這張度 除了描繪威尼斯的清晨的氛圍以外 還有一個我開啟為今年 有真的方向的進行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